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的晚宴一共是有300位的工作人员和表演者参与 然后其中有80位是我们龙石团的团员 我是刘富生 我是这次宴会的总策划 为了这次的活动 我们学校和学生都积极的去招募学员 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面 我们的学员从40位增加到80位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吴启伦 今年17岁 然后我是巴胜广告组中的龙队队长 我本身是龙头 今天我最满意的地方就是能把一个很困难的套事 名字叫一条龙 在这个表演中呈现出来 我是龙五的 然后我本身是有受伤 然后加上那个练习又比较慢一点 然后我要感谢我的队友给予的支持 在今晚的表演上获得有良好的表现 我是负责乐器的 今天的乐器表演整体上看来很紧张 如果不要那么紧张的话 会表现得好一点 我是龙六 每次练习的时候 总会有一些小失误 可是这次 可是这一场的表演令我感到是最满意的一场 我是Grace老师 我是光华督众的舞龙学会的顾问老师 我感觉很感动跟很骄傲 其实龙四团的孩子 从原本的两天的练习时间 增加到四天 甚至有时候五天 就是为了这个活动 想要把它做好 然后还有很欣慰的是看到他们的那个团队精神 然后他们的那个合作 然后也很积极的参与这个活动 大家好 我是来自巴山光华独立中学的新事团的队长 陈一全 我今年18岁 为了这次的晚宴 我们从原本一个星期两次的练习 加强到了四次的练习 虽然很累 但是表演结束之后 看到团员们的表现 一切都是值得的 大家好 我是来自巴山光华独立中学的袁夏春 今年17岁 我所表演的职位是四伟 今年我们行事团的人数 已增加到32人数 在刚开始进入行事团时 必须学习月期六个月 然后才开始学习五师 我刚开始喜欢五师 是因为我喜欢五师围的高难度动作 我是有名叫吴敬辉 然后也是巴山光华独立中 龙师团的总负责人 现有的龙师团员们 他们对龙师文化的热忱很强 他们时常都会牺牲时间来练习 然后增加自己的技巧技术 然后提高到另一个层次感 就是啊今晚我觉得 大家都是很配合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 就合心合力同心同德 都完成今晚这个晚宴 孩子们的表演 坦白说对我来讲 是非常非常精彩 正如我坐我旁边的副董事长说 校长你好像拍烂了你的手掌 我说是的 我今晚非常非常欣赏我们的孩子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